聯合國官員表示,利比亞首都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,一些報導稱多達55人 星期二晚間發生導致數十人受傷,可能會構成戰爭罪 星期三在迪利波里郊區區留所外面,收盤者看到調查人員在外面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夜晚,幾乎沒有任何食物以及飲用水 迪利波里官員將襲擊歸咎於中於哈利法、哈夫塔爾的部隊,哈利法是一名領導利比亞東部軍隊的強人 三個月以來,哈夫塔爾的軍隊和中於國際支持的政府部隊在首都迪利波里作戰,他們為控制這座城市與利比亞政府的未來而戰 街道 主任 感谢观看